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电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有时候看一些电影真的会那么了解某些行业 也更加理解某些工作的危险性 今天我们要说的电影叫《命悬一线》 本篇改编至真实的故事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村子里的一个信物源 曾经不慎将380的电影接入到220宗 导致一个村子里的电器都烧坏了 那时候我和师父都是做家电维修的 修理那个村子的电器才知道这件事情 赔偿是避免不了的,只能减少损失 而他最终也因为出电,导致严重的灼伤 最后离开了人世 所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是有所感触的 影片从一个采访开始 我们的男主邓肯是一名信物源 之所以会有这次的采访 是因为他们想要知道那个暴风雨月发生了什么 此时画面一转,时间回到了1999年5月28日 今天女主的爸爸和同事外出维修电线 今天也是阿波输出的生日 原本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他们将被数字压坏的电线重新处理 可女主的父亲发现阿波并没有处理好 还有一条有问题 所以他爬上去 此时正值靠分有季节 谁让女主的父亲刚刚爬上去准备施工 一道闪电,披住了电线 女主的父亲受伤严重 被送到了医院内 母亲更是担心 开着车子一边哭一边祈祷 丈夫不要出事 最终因为没有判入发生车祸 父母双双离开了轮实 阿波非常难过 但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将这个消息告诉女主 并准备将其抚养长大 时间一换 女主已经长大成人 她和阿波叔叔生活在一起 叔叔现在已经是线运的领帮 每天都很忙 今天对面搬了一户新邻居 女主友好的和对方打了招呼 叔叔甚至发现 对方的丈夫邮静 似乎也是他们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 只不过他在书店部 自己在配店部 打完招呼 叔叔准备去上班了 学料刚进门 就发现了子女和同事 为他庆祝生日 虽然很开心 但阿波叔叔还是把这里表示 最近他们的担子很重 因为要赶在报复云来临前夕 将半个周的电线给换掉 他们负责的是最长的12号线路 也是最危险的 另外一边 我们的男主邓肯 今天赶着去上班 却遇到了当时正常的一个横坛的变态 他似乎犯规一些错误 进过境遇 现在只是在假式阶段 对方还询问了男主和女主之间的关系 当男主在女主工作的餐厅遇到后 我们也能感觉出 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当然两人的感情线 并不是我们的重点 阿波叔叔 最近正在瞒着 训练一批新的线路员 看着这些小年轻 他知道这些人 并没意识到这份工作的危险性 所以在投屏上 播放了一些 因为操作不但被电死的人 以此来警告这些新的门 一定要注意规范 几十万伏特 甚至更高的电压 人一旦被电 那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除此之外 阿波还告诉大家 他们要在报复一季来临前 换完所有的新电信 这工程还是很庞大的 最近女主发现 那个变态老是杀老自己 有时候是女灵机出手 赶索对方 有时候需要自己来 而男主也将自己 得到了这份新工作的事情 告诉了酒鬼老妈 可老妈知道后 不仅没有高兴 甚至非常生气 因为她的丈夫曾经也是线武员 但最终死了 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 现在儿子也做了这份工作 你觉得身为一个母亲会怎么想 接下来的日子 施工队在不断的更换电线 以及电线杠 在某次检查的时候 男主因为也没有检查清楚 电线杠 差点加锅给砸死 这让他气得半死 而且他也知道了 女主曾经和他谈过恋爱 说白了 阿波心里是不想追的子女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 他希望女主有更好 更完美的人生 不过女主最近也发现了 女邻居 好像和丈夫的关系 有点奇怪 原来丈夫自从参军回来后 整个人都病了 丈夫更是不愿意多谈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好 此时距离 暴风雨季来临的时间 越来越近 阿波带着手下 再加紧时间 调试 稍后便利索 但高层还是觉得 他们的进度太慢了 希望有另外一支队友 能够协助他们一起 因为电网这边 准备在两星期左右 接通所有的线路 所以 各方的进度都不能落后 但是 阿波经历了太多太多 所以 他宁愿任何事情 都文账文打 而不是为了进度 电这东西可不好玩 小时候我还好奇的白弄各种东西 被电了很多次 现在想想 那时候自己的运气有多好 没有被电死 我接触的还只是220的电压 这些线路员接触的 有时候都是几十万伏特的 不过女主 最近发现了女邻居 在丈夫邮件 出去工作的时候 似乎经常出忙 这无缘故的出忙 让人很怀疑 甚至 丈夫提早回来 妻子都不愿意丈夫 查看自己的手机 还是女主 帮其隐瞒一二 但女主显然也知道 女邻居很有可能有外遇了 所以两人相约出去喝酒 女主一直不愿意喝 并不是她不愿意 而是怀孕了 同样身为女郎 女邻居还是感觉了出来 孩子的父亲 其实就是我们的男主 原来两人当初分开后 女主就已经发现自己怀孕了 糟糕的是 自己的叔叔 很讨厌男主 聊完女主的事情后 现在聊聊这个女邻居 她也并没有隐瞒这件事情 久过三旬 两个人准备离开 却在酒吧门口 遇到了那名变态 如果不是男主正好在附近 叔叔也干好来了 估计事情没有这么好解决 可女主还是打电话 联系男主 让他去老地方见自己 怀孕的这件事情 终究要告诉这个不准的小伙子 说实话 这不定我都没弄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分开 是女主要上大学还是男主 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 反正知道有孩子后就和好了 女主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叔叔 叔叔一开始认住了 她以为女主没有保护好自己 再得知孩子的父亲 竟然是那个混小子 那个气啊 其实她并不希望 子女嫁给像她这样的性无缘 真的太危险了 当男主将自己和宝宝的事情 告诉妈妈 不仅没有得到祝福 还得到了一巴掌 其实能够感觉出 这个妈妈并不是不爱孩子 也并不是不喜欢未来的孙辈 只是她怕儿子和自己的丈夫一样 最终会发生一晚 这样的话 那个姑娘会和自己一样 这样的人生 又有几个能够承受的男呢 今天 总部这边收到了 暴风雨来临的消息 他们下令大家禁止攀爬 紧急待命 可是有见一切不听确 先是打了个电话 给接着妻子 然后爬上了电线缸 这时候 她身后那恐怖的暴风雨 即将来临 在上方非常非常危险 在看着她的动作 我猜想 女主的这位男邻居 是不是要准备自杀 或许当年在战场上的遭遇 让她一辈子多发忘记 有点像战后精神综合症 而且最近她的妻子 好像出轨了 两个人的关系 也陷入到僵局 当然最最糟糕的 就是暴风的到来 导致一些老的电线缸 倒在了火车轨道上 不仅导致了火车脱轨 更是引发了大面积的停电 总部这边也发现了不对劲 让最近的能源 去维修这条线路 现在就有阿波这边的人 距离最近 但其他线路 也因为暴风雨出了问题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赠源阿波所在的工程队 一切都要靠他们 他们必须带电工作 现在他们要切断电源 不然消防队无法灭火 带电灭火 可不是开玩笑的 虽然过程很危险 但好在他们切断了 另外一边的开关 此时情况最危机的 就是女主他们这边 他发现那名变态 似乎来到了女邻居的家里 准备对女邻居做点什么 正好尤静回来了 女主担心出什么意外 谁也赶来了 谁料在牛打中 尤静开枪打死的这变态 更是不胜打中了女主 如果不是遇到大停电 是没有问题的 但因为停电 医院这些地方 肯定会受到影响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医院不可能 连备用发电机都没有吧 有 但是因为暴风的影响 导致发电机被血淹 所以女主被送到医院 没有无影灯 医生空有一声技术 却奈何看不清楚 如果不找到出血点 女主会有生命危险 而男主和叔叔 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本就要去开启 刷号病电所 这样的话 才能保证医院这些地方的供电 早前是要等线路都换好后 才会切换过去的 现在不少线路都断了 部队只能强行打开 原本他们打开了各个开关 但是发现病电所并没有工作 最后阿波才发现 上面竟然有个地方没有闭合 他只能爬上去 如果用工具可以让其闭合的话 那问题还好 可惜根本没用 无奈之下 他准备自己动手 他向男主道歉 说之前对你那么的不好 你是个好人 帮我照顾好女主 最终他跳了过去 可以想象 几乎没有人能在这样的高压下活着 你可能觉得电影很扯 怎么有这么多的巧合 但这是改编至真实的故事 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狗血 就是这么的机缘巧合 还好女主没有什么事孩子也保住了 可是那些为工作奉献生命的人却永远回不来了 这就是内网所发生的事情 男主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阿波这样优秀的线务员 说完这些他又去执行任务了 我们身边有太多不同寻常的岗位 每一份工作都不轻松 线务员随时可能会丢掉性命 就像前面我提到过村子里面的人 还有一些类似水泥供或者石粉加工厂的人 这些往往往年都过得挺痛苦的 其实如果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 又有几个人不愿意呢 其实这部电本来可以拍的更好的 但剧情线太多了 有男主和女主的 有阿波这边的 还有女邻居和丈夫 更有那个变态小哥的 所以比较容易让人出戏 但电影本身所表达的东西还是值得肯定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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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